第三个问题 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蒸发界 为何还有种种相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大臣经教里头有很详细的说明 你今天产生的疑惑 是你没有放下分别之处 我们不谈分别 只要你把这个执着放下了 你这个一念就没有了 至于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 你不必想极乐世界 想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像 你说有像 佛说没有像 佛说了 凡所有像皆是虚荒 波若经上讲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这一切法包括我们现实的 这个世界 这是这个里头很深的道理 我们自己没有起入这个境界 执着这个幻想以为是真实的 实际上这个幻想确实是虚幻的 而且是刹那生命 而且是刹那生命 决定不可得 凡夫不知道 在这里其他幻想分别之后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感受这些苦乐的果报 不晓得这个苦乐的果报 就像做梦一样 所以金刚先生说的好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那么你再想一想 梦里头有没有像 从真想的 可以有一点体会 勇家大师说的 梦里冥冥有六七 绝后空空无大千 多念念 多想想 答案呢 自然就出来了